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爱奇艺娱乐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熊子齐 你出来吧 别躲了 终于演了回 比较正常的人 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完美啊 不是天才 不是富二代 不是霸道总裁 这一次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学生 然后后期就自己在奋斗 然后与两个女生之间有很多的小关联 我觉得这样的角色还挺好的 快到了 我还挺害羞的 因为我进足比较晚 然后我真的上来的时候 我有点手足无措 我不知道该跟他们怎么交流 好在后来逐渐逐渐大家就好很多 其实我跟七月就是刚认识没多久 就有很亲密的戏 其实我那个时候还是挺紧张的 然后我拍完 我说我说对不起 我得罪了 他说呀没事 大家都是拍戏嘛 都是工作 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呀 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呀 短信你不是也看到了吗 我就是觉得有点烦躁 我想宣泄一下我的负能量 你有女朋友 为什么要找别人宣泄负能量 我觉得我们这个系里面 苏嘉明的一些感情经历 其实都是我觉得很不巧 也是很巧的一件事 就是都发生在他身上 可能也有很多的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都会同时喜欢上不止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经历过 也会有那种非常纠结的时候 这次我不会让七月从身边溜走了 这么有自信 我自己在演苏嘉明的时候 我真的没觉得说到底有多扎 或者说是怎样 因为我觉得都是他的一些经历 我从来都不纠结 而且我这个人做了决定 我就不后悔 我会很慎重 然后所以我觉得苏嘉明 可能缺少了我身上这种果断 你每个人在高中的时候 好多人是外人 你有没有意识到那个事情 我还 那时候真的小 没有那种意识 你去食堂吃饭什么的 就好多人都看你 我也不知道在看什么 这是真的小 我这个人就是开窃比较晚 对一进去 然后一百多个女生 然后都不吃饭 来看你那种 哎呦好夸张 正说会不要脸 哈哈哈哈 我就是为了再生爱给你安个家 我才要去费招 你现在说我不在乎你的感受 那你呢 半年了 你每天都是婚礼婚礼 你有在乎和我的感受吗 苏嘉明你站住 演戏来说真的有进步 真的是有进步 自己也能感觉得到 就会比原来更多新应手 很开心 别人说进步 对 就总有一些人 连戏看都没看 然后就说 星期演呐 你怎么可能不好看 你会的呐 我觉得这种理心术不正 哈哈哈哈 我我很想回 但是我的小号没有绑定手机 回复不了评论 哈哈哈哈 我像老鲜肉 哈哈哈哈 我是一个有老灵魂的人 对 有时候我就会拿出一些 小品的杠 我也不知道自己 就会蹦出那些什么的 有的时候 道具老师来给我们倒水啥的 然后我就说 一杯你开胃 哈哈哈哈 二杯你胜不亏 我说你倒吧 爱奇艺越想品质